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這支Sigma的105mm f2.8 全片幅微距防手震鏡頭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各種不同的保證卡 然後盒子裡面有兩種不同的遮光罩 一個是給全片幅相機用的 一個是給APS-C用的 很神奇 一支鏡頭直接附給你兩個遮光罩 那盒子裡面還有一本說明書 有一條背帶跟一個鏡頭收納袋 OK 這就是我們的105mm f2.8全片幅微距防手震鏡頭 那這支鏡頭整支都是塑膠 除了它的鏡頭接環是金屬以外 其他地方都是塑膠 這應該也是它為什麼可以這麼輕巧的原因 那這支105mm有防手震 但是我發現它的防手震在沒有裝任何相機的時候 它的聲音 就拿在手上它就會卡卡卡好像快要解體的感覺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接到相機上使用看看 那使用一下下馬上就發現它的光圈全開在2.8的時候 它的紫邊還滿明顯的 那這支鏡頭的對焦速度我覺得算是普通而已 因為它可以從超近對焦距離對到無限遠 所以你從超近到無限遠需要花一點時間 所以它的鏡頭上面有一些對焦範圍限制的功能 可以讓你選擇 像是31.2公分到45公分之類的 開啟這個功能對焦速度會稍微快一點點 因為它不會忽然對到無限遠 如果你再拍微距的時候 但是它的整體的對焦速度我覺得還是偏慢 不是到高速的那一種 那這支鏡頭的防手震 它有分1跟2不同的模式 所以你可以在不同的拍攝情況下 挑選不一樣的模式來使用 下一個我發現的問題就是它的噪音問題 就是防手震如果你開啟 它會先啪一聲 然後它就會持續運作 那持續運作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一個非常高頻的聲音 而且會一直持續 直到你防手震它自動關閉為止 就那個聲音真的是非常尖銳 非常頭痛 它的對焦馬達也稍微有一點點的噪音 在對焦的時候你會聽到啪啪啪啪的聲音 它不像Canon那種超級無敵陣音的馬達 完全沒有聲音 這個是耳朵聽得到的 OK那差不多這就是我們的使用心得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深入測試一下它的光學品質 它的銳利度啊 它的暗角啊 還有色散啊 炫光意志等等 我們就來深入測試一下吧 那我們Sigma 105微距鏡頭在光圈全開2.8的時候 中間跟邊緣的影像都非常非常的銳利 但是很明顯的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紫邊現象發生 那差不多光圈縮到F10左右 就整個色散現象就會完全的被解決 那我們也可以藉由縮光圈持續提升我們的影像品質 那我自己覺得最棒的影像品質是介於F10到F13之間 如果你的光圈縮到小於F14的話 你的影像品質會銳減 接下來我們要來測試鏡頭炫光效果 背景虛化效果 對焦時的呼吸現象 如果你要拍攝影片的話你要看一下 還有看看我們的鏡頭有沒有嚴重的變形 整體看起來我們的Sigma 105鏡頭 影像非常非常的銳利 但是色散的抑制看起來是不太OK OK 這是我們今天的Sigma 105mm的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請注意一下 我的名字是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